就開始講今天的內容了 今天主要講的是 那個 步伐性Tail Walk 基本上我們都簡稱RNN 那它比較是一個10座 就是LSTM 那LSTM這個名稱其實我們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為什麼是Shield Turn 注意一下Long Shield Turn Memory 在這裡因為李鴻宜老師 李鴻宜老師他的課程他有講課字 其實他這個翻譯應該翻成說 本來那個Long我們拿掉 叫STM好了 Shield Turn Memory 它比較接近RNN的原意 就是說它是一個短期記憶的Nature Walk 那為什麼後來會變Long Shield Turn Memory 主要就是因為它有一個多一個閘 多一個回路 然後來控制它是否記憶上一次的結果 那如果不記憶 那不記憶的話是不是 我們假設我現在儲存了一個 我這個節點儲存了一個結果 然後下一次進來的東西我不要儲存 在下一次的東西我不要儲存 在下一次的東西我不要儲存 我已經經過三輪了 進來的資料已經進來三次了 我還保留著第一次的資料 然後第四次才是說 這個內容需要更新 所以我更新了 第四次的東西加進來 那它因為是用Sigmoid的那一種 Activity Activity Function 所以它儲存的內容 是原來跟第四次處理過的結果 所以它因果關係是原來 本來的記憶跟第四次的結果 那中間的一二三次都跳過了 所以它可以記憶比較長期的內容去做處理 而不是永遠都只有上一次 那多出來的那一個回路 我們一般來說叫做 原來的英文 它是寫遺忘門 就是Pokette Gat 那後來我在看它的原理的時候 我發現那個翻譯怪怪的 其實應該顛倒翻 叫做記憶門 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它是在控制你要不要存下來的意思 而不是控制你要不要忘記它的意思 那所以看每個人的解釋 它就是有一個數值 最小值跟最大值 通常最小值就是記住 最大值是忘記 所以你要顛倒背也沒有關係 它只是用來控制你要不要記憶 上一個進來的結果 我們先回頭看一下 我們傳統的NN連線 這個是沒有回覆路線的 就是說它進來然後經過隱藏層 然後就輸出 隱藏層可以是兩層可以是一層 這是一個最小的範例 我看圖找得到最小的範例 那RNN的概念結點圖是這樣子 我們CNN這個橘色的點是隱藏層 那RNN其實就是這個隱藏層 每一個節點變成長這個樣子 這是它的概念 我希望我能夠保存我上一次的狀態 上一次的狀態 那這個時候當時應該提出來這個概念的時候 並沒有想到 就是像遺忘門或記憶門這種更長遠 它只是想要記住上一次的狀態 那所以當時的概念長這樣 然後我們把CNN原來的結構 應該講NNN原來的結構 再加上RNN就是中間隱藏層 換成這種有復發回路的節點 它概念上是長這個樣子 那隱藏層一樣它也可以很多層 那我這個只是最小範例 就是一個簡單的進來 然後簡單的出去中間一個隱藏層 這樣其實可以始做 好 那接下來 中間其實應該講這個狀態 它其實你看它很簡單 一個進來 然後有一個復發回路回到自己 保留自己 然後一個出去 那所以它中間還少了兩個控制 應該說是後來追加了兩個控制路線 它也是互發型的回路控制路線 那如果有在看李鴻宜老師的那個影片 或是他的那個網站 他這張是從他的網站來的 因為其實我對這個不太那麼熟練 我有印象有類似的東西 但是我不太會講 我把它的概念拿出來講 我們原來像這張圖最下面 Input還是Input沒有錯 Output也是原來的Output 中間的Memory Sales 它其實就是一個類似暫存記憶的空間 這個也沒有問題 那它多了一個這個 Forgator Gap 它用來控制你是否要保留上一次的記憶 那這個是怎麼確定它保留不保留 我們一般就叫訓練 所以你看它復發線路 它這裡還有一些 這裡額外的 Input Gap又多了一條線 連這個 所以Input Gap 它其實旁邊還有一條線路 那Output Gap這裡 一樣它也有個控制線路 所以它總共有 看起來內部控制有一個 外部控制兩個 所以總共有四個這樣子 然後一個輸出 概念上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數學化 用數學表達它的邏輯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推導 這也是李鴻宜老師那邊的推導 其實這個推導有點長 然後它李鴻宜老師它有分解四個門 它每一個進去控制1號 控制2號跟Poket它的控制 它是有怎麼樣的邏輯 怎麼樣推導它的數學公式 還有它的前項傳播跟後項傳播的算法 它也有很詳細的解釋 那因為我這個真的沒那麼強 所以我也急不住 我講錯還不如不要講 這一段我會建議大家等一下回去 要看一下那個李老師的影片這樣子 那我這裡大概就是意思是這樣子 然後我不會講 但是我有看完 然後我把李老師他講課的內容把它拿一部分出來 這個是它有分兩個算法 我們一般要訓練要快速求解 就是有那個反向傳播 然後一個是前向傳播 可是我在CNN好像沒有什麼聽 沒有人在用前向傳播 我是不太懂為什麼 我聽過但是好像很少人講 都是用反向傳播 就是後向傳播來去算這樣子 但是在這個的時候 前向傳播就大概佔半 在這個課程就是講RNN的時候 前向傳播就先被拿出來講 然後才是後向傳播 這是按照這個的推導 就是邏輯上然後推導說 如果你要算這個節點 它每一個渣應該是怎麼樣的公式 是前後相依關係 然後它這個是推導出來的結果 那這個是後向傳播 因為我這裡講比較快是因為 你真的會算的人 不用看圖 你也有辦法推導出來 你不會算的人 你也不會看這個圖的內容 你會可能會運用一些現有的 像Transfollow或是Pypoch 它已經幫你做好了 你只是帶入 你要多少隱藏層 多少節點 然後用什麼樣的Activity Function 然後是否有變形 因為我等一下會講後面 那個標準RNN以外 我們這個是RNN的最接近的實現 那其實它有更複雜的實現 或是一些變形 就不是標準RNN的概念 而是一些其他的變形 像這個是叫做Grid LSTM 它也是LSTM的一種變形 那它主要的差別在於說 我們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的來源記憶是上一層 還有自己這一層 然後好像是只有單項 就是它是一個單項的記憶 但是到了Grid LSTM的時候 它有橫向記憶 它有橫向的 就是你本來 假設的順序是這樣 輸入層、隱藏層、隱藏層、輸出層 那它自己這個節點 它本來會記憶 前面水平跟後面的關係 然後如果是Grid LSTM 它會主要是水平 它會探查的是水平相依關係 那我比較理解上的是 這一個跟時間節點的關係 比較弱 它是空間相依節點的關係比較強 例如說 我有查 因為我主要是做影像辨識 所以我有查 RNN LSTM 它可不可以做影像辨識 可以 這個也可以做 那標準RNN 或是標準LSTM 它也可以做 所以這個 這個Grid LSTM 它主要是 橫向空間關係的記憶比較強 如果你是目的是要空間相依關係 而不是持續關係 持續關係 持續關係是我們標準LSTM 比較關心持續關係 它就是可以像剛才 我一個很長的時間節點 我可以從很早的時間段 記憶到很後面它有相關 我們唐詩送詞 唐詩送詞可以訓練 背下來 你給他兩個字 然後 他猜測說 這個是五言 絕句還是七言 然後最後幾個字 應該是哪幾個字 他這個訓練 應該就很像是一個人 在背一首唐詩送詞 然後沒有背得很好 因為有錯誤 訓練總是有那個LOS 然後他就是說 大概應該 應該 這個 他可能 訓練過程 我們都沒有給他名稱 他只要這樣 一連串 一直訓練 然後我們 轉個80% 我們就直接看結果 我們隨便留兩個字 那個 床前明月光的床前 然後他就搜尋 跟床前有相關的字 因為床前只有一次出現了 目前我知道只有一次 就比較容易得到正確的結果 那我們講一個 那個 烏鴉 老樹好了 還有烏鴉 這個字就還蠻常見的 那有一個 之前有別人做一個 唐詩送詞最常出現的字 你可以故意用那個最常出現的 然後你不要告訴他 這是唐詩還是送詞 不要告訴他的結構 然後你去訓練的結果 去猜測第幾個字應該是什麼 那這個就是跟持續比較有關係 LSTM就可以很好的解決 但他就是 不只是LSTM 他其實他還有很多變形 那我再往下看 這個是 就是 左邊是他的邏輯結構 右邊是他的隱藏層應該長什麼樣子 啊我沒有 沒有把它變成 變變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對這個 不太熟 我自己的時座不是長這個樣子 那 這邊的話給大家參考 重點是在這個GRU 他也是RNN的一種實作 那他比LSTM還要 好像快一點 標準LSTM來講的話 GRU的表現 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他的雜比較少 那他的邏輯 其實我沒有完全看完 我只知道說GRU把這個TRNH 這個東西好像說 把他簡化掉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意思 第三行這個東西 有把他簡化 跟標準LSTM的路線來比的話 那 比較有人在講的是GRU 他的雜比較少 1 2 3 對 三個詐位 但是我看內複雜好像 也有點複雜 裡面比較複雜 我沒有完全看懂 那 提出來原因是因為 之前M大就說 LSTM是一個 就是CNN跟RNN LSTM是最核心的幾種之一 那 GRU算是RNN 但是他不是LSTM 然後他有一部分的訓練 是超過標準LSTM的 我們現在都還沒有講 遺忘們這件事情 這是最近兩年的事情 就是最近比較夯的路 我們現在在講的都是標準LSTM 然後跟他的RNN其他變形相比 其中一個是GRU 蠻出名的 那我不太 我還沒有推他的原理 看不太懂 這也是他的一種變形 可是他看起來是一個標準RNN線路 就是最原來的 我們在這裡 這是一個標準RNN線路 然後他是利用 隱藏成他的排列方法跟連線方法 他不是LSTM 然後他一樣可以表達出 持續的記憶效果 就是唐詩宋詩那種 或是說你給他一首歌 然後他預測他下一句他會唱什麼 他這個也是有辦法解決的 然後這看起來比LSTM還要簡單一點 因為LSTM他最後 這個也是這個你看他每一個點 中間隱藏成假設有兩層 每一個都換成LSTM 每一個都有四個連接點 所以計算上 計算量上跟他相比 這一個相比來講好像還要更複雜 那效果的話 我每下有一張圖是 有一些人家有做一些training 然後他有一些時間 消耗的那個準確率的Lost比較 就要 好這一個 我這個是遺忘了 那但是他現在叫做JNET 叫Just Another Network 那 講到這裡我會先稍微評一下 先回頭講就是 首先是因為GRU這件事情 就是當時就是LSTM出來了 然後後來就有人改版改版 改出一個叫GRU的路線 好就是這一個 然後LSTM就 一時之間被人家遺忘了 也不是遺忘 而是說GRU正行 就LSTM就比較少被人家講起來 因為第一線路他比較簡單 然後第二效果好像速度上比較快一點 好OK 那LSTM還有一些人在研究 那就變成怎麼樣呢 假設我們要贏GRU 那我們LSTM要怎麼簡化才能夠贏它 好OK就有人研究了 他在 在這裡的時候他有發現說 其中有兩個雜 對不起這裡我真的沒有記住 但是我記得 其中有兩個雜 它的輸出輸入是相依關係 也就是說你算出一個 另外一個好像是它的 怎麼樣的價錢乘除 它就是固定的 所以他們就把這兩個合併了 另外的話 他還有一個 跟一望門 一望門那時候沒有被變 因為他那時候有證明說 中間這個 這個內部 是否記憶的回路 它好像跟別人沒有相依 輸入輸出跟內部回路 他們是比較遠的關係 它比較近的好像是ZO跟ZI 他們好像是被核定掉 他們是有相依關係 好這樣是少一個門了 OK那我們注意看 少一個門了 那跟GRU的線路比 你看他只有三個門 現在是齊平而已 計算量可能齊平而已 那所以並沒有完全超越 就是55開而已 好 那他們就繼續優化說 假設LSTM 要被拆掉 拆解 因為LSTM只是RNN的一個 所以就是當時最快 實現RNN的方法之一 所以RNN如果要贏別人 他一定要再更精簡 那怎麼樣才能更精簡 他們就測試囉 那時候是怎麼測試 就比較簡單 我把這個ZI ZO 故意拆掉 看結果 故意拆掉 就是輸出永遠是0 或永遠是1 或永遠是0.5 這樣算拆掉 OK 這樣是一個算方法 另外他們就是 先拆一個 再拆一個 然後再拆一個 拆到最後面 只剩下 這個 記憶的這個漲 當時是這樣子 才有 比GRU快 比GRU快 我要這樣講 不是 不是說 只剩下他最快 而是說他比GRU快而已 所以後來發現 在LSTM的遺忘們事件 並沒有真的那麼偉大 只是說 當時我學習上的訊息比較少 然後當時論 一直震撼 就是說 遺忘們超強的 怎麼樣怎麼樣 只要用遺忘們 就可以用一個GAT 就可以做到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當時他都沒有講 他的對手有哪些 他為什麼是LSTM被簡化 其實原因是因為 他有 這個也可以被簡化 這個 然後重點是他 重點是他 大部分都是跟他比較 GRU線路 然後 所以 DI跟DO 被拆掉之後 標準的輸入 其實是跟DI合併了 標準輸出跟DO合併 所以剩下 輸出一個 輸出一個Pocket 就是自我回饋 所以他的標準 現在大部分的人 都會這樣表達 他其實這個是有點類似 遺忘們的效果 那 好 那剛才有人才進來 那我就重提一下 遺忘們事件最重要的是 遺忘們 這個PocketGater 那他的翻譯有點問題 因為他的功能是決定 你是否記憶上一次的資料 那如果上一次的資料 你不要記憶 看起來叫做遺忘 可是你本身處處的 剛才留在你身上的東西 並沒有被改變 他只是不接受新資料 然後 他可以在下一個 就是在訓練Train 怎麼樣 第幾個 你要跳過幾個 才是正確的 那跳過幾個怎麼控制 因為他是整個是用圈領 然後是數學 前項跟反項 前項後項都可以算 都可以算 那 他是符合那個公式 因為他是有回饋線路 所以你前項跟後項 你輸入的值符合他的規則的時候 他才會被記憶 應該說他才會跟原來他自己跟 剛剛你不知道跳過幾個的 第幾個輸入 才會去做運算 然後留在自己身上 這樣子 這是我看的 所以遺忘能 我們背是被遺忘 可是我們要記住他的功能 是決定是否記憶 決定跳過幾個記憶 這樣也是可以 好 然後 然後 這個剛才有講過 這是其他的RNN直線 然後 這個是遺忘門 然後現在叫JNAT 然後上面是他的圓形 上面你還看得到 12345 四個輸入 一個輸出 上面這個是原來 標準LSTM的公式 每一個雜他的公式 那你注意看一下他剩下誰 他剩下這個 三個而已 所以這三個才是真正被留下來的 其他的雜就是被簡化掉了 然後一個是有相依關係 然後被合併 所以剩下三個雜 所以速度才能夠跟GRU比較 所有的原因都是起於GRU就對了 那接下來 這個是JNAT 就是遺忘門 然後一個標準LSTM 然後下面標準RNN邏輯實線 下面他有1234 這裡有四個標準RNN 三個標準RNN的變形 然後一個LSTM的變形 那實際上 這裡沒有顯示GRU 沒有把GRU列出來 那GRU看起來是在 JNAT跟LSTM之間 在別的地方有看到 但我沒有成 就是編輯上的時間 因為最近工作比較蠻窄 所以我並沒有把這個編輯進來 不然應該是照他的所有人家測試的結果 把它看個順序 那 這是 這個會特別把它打開來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在研究RNN跟LSTM的時候 發現了兩個很有趣的現象 它非 誰是電機或電子出來的核心嗎 誰是電機電子的 這個現在如果有在看 你有做過類比線路設計的話 或是數位邏輯路線設計的話 你會發現LSTM跟RNN的圓形 圓形 看起來就很像 我們所謂的記憶體路線 我們不要電腦 不是有那個什麼DRAM 對不對 現在DDR4代嘛 對 它的一個最小邏輯好像是 7到12個電晶體可以組合成一個 有持續的可控制的可記憶的單元 那 如果我在研究這個時候 我看那個路線 我就覺得這個東西很眼熟 到在哪裡看過 我就去查 這個路線後來查到了 它就是記憶體的路線 魔改了 我這樣可以這樣形容嗎 這樣如果你是電機系的 或是電子出身的同學 你可能就可以排一下你的課程順序 我先去上數位邏輯跟類比邏輯設計 我再回頭研究RNN 這樣我的困難度就會下降 因為它的邏輯看起來一大部分 是從記憶體的結構過來的 好 那我知道記憶體的那個結構最小的 我們台灣有發表專利的 不知道是哪個學校 我最後一次看過了 就是用7個電晶體做出一個 可以控制的記憶掌 OK 7個 那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我們回到這裡講好了 因為這個 我是另外講 這有點額外 現在不就是很流行 顯卡計算嗎 還有一個是 TPU TPU 現在出到二代了 還有一些其他 像聯發科 也出了一個 新的IC 手機IC 內建AI運算 那到底它內建AI運算 到底是什麼樣的線路 因為這個是跟電機電子比較有關係 跟資工 跟資管 跟資料處理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我會提一下 我們都會追求硬體化 達到最高的效率 那像我大部分是走FPGA 就是說 我懂它的原理了 我把它做成FPGA線路 這樣我就可以 就是說 可控制性的 一段時間我就更新那個線路 就是說 我自己研究的結果 讓它用硬體接近顯卡的速度跑 因為顯卡它有一個缺點 顯卡跟驅動有關係 它驅動就決定了 你QDAR QDAR可以跑什麼版本 多塊的性能 或是說它有什麼限制 像好像它 Navidia它現在驅動有新的限制了 你好像不能跑什麼什麼計算 在商業上 你不能跑什麼計算 那要跑那種商業計算 你要買Navidia 那種大型專門在做計算的計牌 它顯卡就是說 好像除了那個 比那個區塊鏈之外 它不太想讓你算 好假設這個驅動有了這樣的限制 你是一個正規的公司 你想要經營AI 或是相關領域的 東西要計算 結果呢 現在有法律問題了 你要做還是不做 你做了 被抓到又怎麼樣 會發生什麼結果 它會懲罰你嗎 它會不會像HoloCo這樣說 Java我們從明年8月份開始 什麼什麼要收費 如果沒有來繳請了記得先來繳 不然罰單就很大賬 這大概是個意思 所以FPGA主要是在做什麼 你買的設備它可能有一些限制 好 那 這個的話 這個是 這不是李永一老師的資料 這是另外一個網站 它在2015年就發布了 那我覺得它這個解釋 就還蠻清楚的 包括遺忘門的事情 它都有描述 然後它這裡也有個別線路的拆解 這個這支文章 可以跟李永一老師的影片互相印證 李永一老師他有 有這個的影片 跟那個網站網址 然後這個也是網址 我通常一開 我一查這個資料 就是幾百篇幾百篇在看 所以很多 我會有概念 但是我會忘得很快 我覺得我自己本身就是像RN 就看了一堆東西 然後真正留下來的不是很多 這大部分就是重複的那幾個 然後它這個我是覺得它講得不錯 然後是英文的 然後像這個 李永一老師也是這樣講的 看起來就很像 就是這樣 先 一部分的線路先幫你 變成公式 然後另外一部分的公式 再另外一部分的公式 然後最後它是什麼公式 然後 變體 它這個LSTM它有很多變體 然後這篇文章有描述一些它的改變形的 就是魔改 你可以理解就是一些魔改 它為什麼要魔改 它有一些有解釋 有的只是為了加速 有的是有相應關係 有的是為了解決一路爆炸 跟一路消失 這樣子 好的 那我主要 講到 RNN相關的 因為我準備的量 就只有到這裡 因為剩下其實是真的要10做 好 可是10做呢 我又不想用那個 Transport 或是 PiPoge 幫我做完的東西 或只是輸入了資料跟參數 然後我就看到了結果 可是它中間到底在幹什麼 我並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一直在找一些可視化 像上一次我上課 我們不是找了一個 那個 PovoNet的點綴S 那後來我發現 現在不是有Transport的點綴S嗎 它好像有一模一樣的內容 你可以組合得出來 只是我當時故意找比較舊 比較小的東西 因為它比較明亮 它就專門為了CNN做出來了 PovoNet的點綴S 那後面的那個Transport JS 它也 我後來有簡單看了一下它的用法 是非常非常完整 那完整到什麼 我只輸入了我要幾個隱藏繩 我要多大的隱藏繩 我要多大的輸入 然後有幾個答案 就沒有了就完了 我把事情做完了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它做了什麼 為什麼 訓練永遠答案就只有到95% 這樣的東西 所以 這一次沒有實做 沒有實做 沒有權威 沒有辦法講解 一定要做了才知道它為什麼會發現那些問題 所以我補充一下 上一次我講CNN的東西 上一次我們講了一個那個核 三乘三那個核 那當時我的回答大部分是邊緣 因為我是看你們CNN大部分別人做的結果 是做邊緣 那終於讓我找到一個不是做邊緣的東西了 這個算法叫LBT 還有它的叫偏正模式 那為什麼叫偏正模式 我先講一下它第一行的意義 它是一個文理描述的計算 這麼簡單好了 它一個三乘三 中間一個點 然後呢 它用了一個數字來表達 我的正上方跟正下方 它是一個斜律嗎 正左方正右方 它是一個斜律嗎 斜邊是一個斜律嗎 這邊是一個斜律嗎 它在描述的是 它是一個平滑的平面 還是某個方向的截面 就是說你像 這裡白色跟人的皮膚之間 這裡的三乘三 它的訊號就會很強烈 我們注意想對了這一邊 你看到了嗎 它會0000然後突然一個很強烈的訊號 然後它用這裡就是用 它是一個離散的 它不是一個連續的數學 它是一個離散的數學 它計算的結果是一個離散的結果 所以 這邊的灰階圖 你當參考就好 這是看起來很像灰階圖而已 實際上它完全不是 它是一個離散的結果 它只是在表達 我們一個三乘三 我們的方向 那個 跟它的 怎麼講 它是平滑的 多少平滑的 紋理 然後跟 如果說我們這一點 剛好是在 這個 邊緣的話 它就是 有可能 要嘛就是幾小時 要嘛就是幾大隻 它就是表達 我是在一個邊緣 它在強調的是它在邊緣 這樣的話它這個訊號 丟進我們CNN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 我們之前都是做邊緣 這裡有邊緣 這裡有線條 用手寫當然是很好這樣描述 那我那時候我一直有一個疑問 我今天要做文理的一些特徵搜尋的時候 我怎麼樣去找文理 它再也不是強調邊緣的 它只是一個很平滑的文理 那這個答案是比較接近我個人手寫的內容的 我個人有手寫一個算法是做文理的 但是我也沒有找過就是 我是很後來來做影像編制 所以大部分都是用自己小的方法做 那後來我剛好在找資料的時候 發現這一邊 這個就是我最原來想做的事情 原來這個早就有人發明了 就是這個算法叫LVP 文理特徵搜尋 那它的圓形 它的圓形公式有個問題 我們這張照片把它旋轉90度好了 LVP的標準算法 當你旋轉不要說90度 你旋轉一度的時候 這邊的數值彈跳就非常大 你還是看得出來是一個人臉的樣子 可是它整個數值會彈跳 所以就是它LVP的圓形公式 跟角度有強烈相依 那可是我們不希望它旋轉的時候就變啊 我希望的是它怎麼旋轉都會固定 就像我手寫的算法 旋轉是不會彈跳的一樣 那所以它後面就有一個叫做 parallocomode 這個是偏正模式 就是它的數學公式 就是把跟角度相關的部分模改了 改成一個你怎麼旋轉 它都是一個固定的值 然後一樣是離散的 那這個結果它的公式就很像我手寫的東西 只是我們兩個差不多複雜 是中間不一樣而已 那所以這是補充上一次CNN講的東西沒有講的 就是文理搜尋的時候怎麼處理 那我覺得這個就還不錯了 好 還有什麼呢 因為我們今天 今天我真正有準備的內容大概是這樣 那我再講一個 上一次CNN我們全連接成 我不是有講的嗎 那時候我有看到一個題目 後來我才發現那個題目是一個 詭辯的題目 那個題目不可能達成 它達成的條件是 往旁邊嗎 還是我們下一節再稍微講一下 然後就結束 然後就自由到會 先休息一下 好休息一下 因為接下來就跟 RNN沒有關係 是真的嗎 還是這個 這個 這個 然後你注意看這個 它每一個都有activity function 所以實際上 原來這裡就一個 內部有一個activity function 然後上面這裡有一個 這裡一個 這裡一個 所以看起來有1 2 3 4 5 就是3 4 5 5 它一個點就有5個 activity function 看起來 好 因為我沒有真的去算 或是實作 那李鴻宜老師 他有拿這個 玩一次 就是李鴻宜老師的那個 那個 那個 YouTuber 然後有這個 然後是手寫最簡單 一個節點的 用算助學 然後你可以從那個題目去推 它是不是整個有5個 activity function 好的 那 所以 像LSTN 它都是積蓄上一個的東西嗎 還是 CNN 大部分是沒有 逆回去的 所以 所以這個是算單向 然後它剛才有跟我講 這個標準的方向就是前向傳播 然後它也有反 那個 反向傳播的算法 那 RNN它的重點是 它有自回饋程 就是它當 到同一個隱藏程 它有自回饋 回饋到自己 也回饋到別人 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連接好多人 這個 所以真的在做這一層的時候 我們如果手寫代碼 要怎麼實現 我還沒看完 所以我沒辦法很好的回答你 但是我知道 實際上這個東西存在 就是像PiCoach跟Transport 它幫你做完了 你只是定義了一個RNN 你要叫LSTN 還是叫那個GRU 它就幫你這一層做完了 我們只輸入了 多大 然後Equilibity Function 還有一些其他小細節 但是它真的怎麼算的 我沒有看到 它做完了 我沒有看到 可能這一個會比較接近你想看的結果吧 這是Gridan LSTM 我們就假設我只是要用一個LSTM 然後我要有一個記憶的結構 就是RNN的概念 那Gridan LSTM 是可以實作的 它只是有方向性而已 你注意看到這個結果 它是故意把它做得很對稱 上下左右都對稱 因為它的目標是要能旋轉 旋轉的目的是為什麼 記憶空間資訊 我們RNN其實記憶的是時間資訊 空間資訊 就是有什麼比較常見的例 空間資訊最常見的是CNN CNN CNN的第一個隱藏層表達的結果 就很像空間資訊 它是一個 我拉一個圖給你看 這個是上禮拜的一個demo 那我故意把它拿出來 因為它這個還蠻 難道我硬看出來 它能看到這個結果 等它一下 可能是網路不信上吧 等它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CNN最小實現的一種 所以我們不要看它的效果 因為它的效果不會比你想的還要好 它只是一個最小圓形 OK 你看注意一下 這個是輸入 然後這個我不太確定它是什麼 但是我知道隱藏層第一層 隱藏層第一層 你看到了嗎 它是 你注意看隱藏層第二層好了 它這個 這個 這個要佔領才能看什麼 你注意看這個東西的 你看到這個了嗎 這個是輸入之後的結果嗎 蛤 這個是輸入之後的結果嗎 對 應該是 因為我實作的時候 都是首顆代碼 所以有一些我不懂的 用其他方式替代 所以 它有實作過 它說是 我不知道 我這裡解釋 我不會這樣解釋 這樣子 那我只是解釋說 這個是隱藏層第二層 它 你看到這個點 它是記憶它這裡長什麼樣子 然後這個點 它是記憶 大概是記憶這裡長什麼樣子 符合條件它才會亮 不符合條件就 0 0就是黑色 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的推測 CNN大部分 隱藏層一跟二 都是在做 位置相異的 強度訓練 就是說它符合某種特徵 它的條件就會變亮這樣 就是 只是我從這個 這個網站 這個執行的結果去推測 因為我手機的代碼 跟這個 有點落差這樣 那這個 你也可以在我們 iCoach台中的 網站 上一次的資料 整體進去 對 所以也有這個網址 如果你很輕 等一下就可以摸 因為我今天準備的東西 大概就只有 一個小時的量而已 這個 這個 我們就放牙跑 還在訓練 然後這下面可以看結果 這是 CNN最小實現 然後走那個 那個叫什麼 手寫辨識 那它這個 手寫辨識 你可能覺得不夠權威 那我們跑這個好了 文理辨識 這個就是正義了 CNN它第一個 那個三層三 它到底是在做邊緣搜尋 還是在做文理搜尋 就是怎麼表達文理 那我後來發現 就是其實那個三層三 你有很多種玩法 無限多種啊 你填入零 到任意數值之間 它都還有附的 它也可以玩啊 所以我終於找到一個 三層三 可以表達文理特徵的 LVP 所以我就覺得那個 還蠻重要 終於三層三 可以證明它 是可以做出文理的 只是你怎麼調那個參數 你都不會算法 所以那天有人講 我什麼算法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那三層三 裡面所有的數字都亂點 就你先從0...開始填 一定沒有結果 因為你什麼都是0 答案也是0 那如果是1111 那也是不便嘛 那接下來就是各種 各種數字 你就隨便帶 帶到它 你覺得這個有意義 那搞不好 我們可以逆推 這個東西有意義 它是不是一種算法 它在表達什麼 像文理跟邊緣 都是我們一些常見的 你有在玩PHP 有人在寫PHP的嗎 我一般做 如果 你可能 網站 個人圖案 頭像 你會做一些強化效果 例如說 打活物 或是立體化 或是 加陰影 那它其實都是3x3可以算 然後 我在 上一次 我是不是有給出一個 Imagic 它常見的 文理特徵強化的效果 那它大部分 有3x3的 就是用核的方法算的 有一部分不適的 有5x5 7x3 13x3 16x16都有 只是 我們的選擇 3x3是因為它計算量最少 可以快速實現 這樣子 那還有問題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講一次上一次 那個全連接層的螢幕好了 因為我覺得那個也蠻 實作上還蠻 很重要的 那 怎麼辦 我用來這邊畫 我用畫 有3x3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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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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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偷懶畫一下 它其實就是全連接層的狀態 那我上一次看到的 題目是這樣子的 在最少的節點 不管是進來還是出去 都用最少的節點 做出一個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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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的 要求是這樣子的 它題目很奇怪 它要求是說 當你隱藏成 中間有50%的節點 掉線 掉線 那 50%的節點斷線 假設這是一個分布式的設計 這裡有 每個節點都是一台電腦 單獨一台電腦 那你就是斷過來結果傳到另外一台電腦 那它故意設計的是這樣子 其中有50條線都斷掉了 50% 不管是這裡的 就是這裡跟這裡的加通 50%的線路斷了 你的答案依然都正確 後來我發現這個題目的國論 就是不合理 因為最低最低 是50加1 你一定要 少於 50加1的線 加1喔 這是5% 5加1 應該就這樣 這才是最小的 因為 如果 應該再講 50-1 50% -1 假設你的Loss 你的線Loss Line 還有可能 這個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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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因為 他們要求前例是最少的先例 也就是說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就是什麼 我們這裡中間沒有多餘 訓練一模一樣的產品 因為有一種狀況就是說 我故意有三個一模一樣的隱藏程 只要有三台電腦裡面 其中一台算出來 那一個就算完成 那這樣的話 我們有三倍可能 那他的題目是最小 最小的是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的話 50% 我後來再等到數學上 可算 就是不可能 然後至少要多一點 因為那個就是 這麼講 我們投票 我們投票喔 投票的時候 如果是偶數的話 是不是有可能平手 對 這個就是偶數 反正是5 這個偶數 所以你再怎麼樣 就叫說 Loss要少一點 這麼講 有效要多一點 只是說那個人要多一點 他就沒勝利 他就可以有正確的拉力 這就是我自己手段 跟石座 就是這一層的話 50個掉線 最少最少是這樣的 那 掉線比例的話 這個怎麼算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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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會預判 你斷了幾條線 結果 他的腿絲大概是多得少 我想一下喔 最少最少隱藏成要三個階段 因為當你掉了一個的時候 你還有三分之二的運行 還有三分之二的運行 可是我後來 稍微推倒了 就是這樣 如果是四個的時候 你最多最多 因為一定要 如果超過五十 他的腿絲也是四分之三 還OK 五個的時候 你可以五分之 也是三 所以五個的時候 你最多可以承受量 斷掉 六個的時候 是六分之四 七個的時候 是七分之三 大概是這樣的方式 所以 這是可主持的喔 這是你的 平常程 非常非常少的情況下 到底能夠多少 還能夠正確 這是我倒的正確 這個公式怎麼講 有沒有 他講 數學系的 這個 N Rose 等於 N 分數多少 這個 2N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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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也是這樣 最少的擬長程 那時候 推斷結果 因為我是從結果 然後逆推 應該是這樣 所以那一體 那一體很奇怪 在這裡 最少的節點下 百分之五是不可能達成的 那 如果要達成這個的話 其實他的條件 性感的 不可能是最少 而是有可能 就是有重複節點 重複節點 好了 今天 我準備的料都 爆完了 最近工作比較好 所以所有的內容 剩下就是 那整個場 會很清楚 那這個是走的時候 會擦掉嗎 先留著 那錄音就直掉了 好 謝謝